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名人站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MaiMai 我今天為大家介紹這款Cucci小盒子 相信Cucci做盒子的款式真的不多 我們公司剛好回到一隻 這個款式其實男女都合適 大家會看到前面也會做PVC 有GG Logo 這個Logo就是最經典的紋 旁邊是用全皮包圍著這個盒子 因為它用全皮可以令整個包包非常挺身 不會有塔的效果 後面也有PVC Logo 而啡色就是它最經典的顏色 大家都知道Cucci的經典色是啡色 它拉鏈位置也是做了雙拉鏈 這個拉鏈非常方便大家打開拿東西 其實雙拉鏈打開 它的容量是非常大 其實一到這些拉鏈 大家都很怕它會不會掉東西 其實這個問題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它這兩邊都會做了這個皮位 防止你打開包包的時候 在旁邊有東西會掉出來 這個問題就不會存在 而大家看到裡面這裡有一個扣 這條扣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是給你扣在這裡 你做一個手包 你做手包就可以把這條肩帶拆下來 所以其實它這款包包 男女都合適 大家都看到它裡面的容量 都是非常之大 一部長大的電話 其實都可以放進去 而另外這一邊 大家會看到一個細節的位置 就是有個類似小卡包 但是它是蓋在這個皮上 這裡就可以擺放一些信用卡 或者你可以放少量現金 這些位置其實都是做得非常貼心的 有時發達通是單獨一張的話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你拿出來吸入閘的時候 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一款就是一個復古系列 其實男女都合適用的 現在就背上身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條肩帶同樣都可以調整長度 男生用的時候可以調整長一點 女生背後喜歡調整短一點都沒問題 因為這條肩帶其實是一個活動式 大家都看到它順著 其實它都是繞著這個位置 所以我剛剛講解的這條肩帶 就可以將肩帶拆下來 扣在這裡做一個手包 我現在背信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高度其實162 我高度162 其實上去不會挖波長 因為始終肩帶上可以調整 其實拿東西是真的方便的 這樣打開就可以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你關起來其實也很容易 現在就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手包 這個款式其實也是它這間Cucci裏面最新的一個款式 這條肩帶就從這邊開始抽出來 如果男士用的話 戴現金的那些都不怕 一整托現金可以放進去 那條肩帶拆下來之後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手托位 即手托位 扣在這裡 那你可以直接這樣拿出家用 有時方便些女生想上街 男生用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這樣拿去吃個飯 就可以了 而且它這個款式的價錢其實也不貴 而且它實用性又高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介紹呢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下來我們尖沙咀門市購買 還有下載我們名人站的APP 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直接找回我們 那記得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這段影片給你的朋友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那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